明镜推荐 明镜为您推荐 明镜电视节目惊讶 敬请锁定 那么前两天呢 美国跟墨西哥的协议啊 签署了 这个协议呢 应该说 是美国要的这个内容 并且这个协议呢 对两个国家影响非常重大 一个国家是中国 一个国家是加拿大 这个美墨协议啊 应该说是川普总统啊 签署的第一个完整的自贸协议 就是这个单边签署的 那么这个贸易协议呢 它最重要的意义有两点 第一点 这个贸易协议啊 很有可能 它体现了 美国未来 对世界的 国际贸易 世界贸易的这个 秩序啊 进行重新梳理的时候 它的思路 它的思想 在这个贸易里面 应该是完整的体现了 第二个重大的意义 我觉得就是 对当前的中美贸易争端 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尤其是对中国 将有很大的这种 这个压力 那我们从内容上来看 这个美贸协议啊 可以说 就是对于 过去几十年 中国作为世界的 制造工厂 中国作为世界的供应链的基地 这个地位啊 将可能在这个协议的引导下 得到拆解 相当一部分的这个供应链 很有可能 会转移到墨西哥 或者呢 被墨西哥本土的企业替代 因为这个美贸协议啊 本身要求的 很重要的这个原则啊 就是本土化 我们看这个 它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第一个内容呢 美国和墨西哥双方 都强调了 在美贸这个贸易区里面 在美贸区里面